好,稍微等等,我兄弟啊,稍微等一下,我拿个饮料喝一喝吧,等一下,我去拿个饮料喝一喝啊,有点过渴,喝水了,我喝饮料了,还喝饮料呢? 天地一号,我喝这个,兄弟啊,喝过这个吗? 这个太好喝了,兄弟啊,补充维生素C 嗯,上流,兄弟啊,上流 嗯,得进,得进,得进,很浓郁这个味道 这个是,呃 雷笨脑吧 来自1938年的时候就,哦,1938年呢,就这个 黑加仑,黑加仑音品 补充维生素,我以前,我每次住院生病的时候啊,呃,就很期待,就很喜欢去医院,为什么?因为,亲戚来看病呢,兄弟啊,呵呵,就会买一瓶这样的东西给我喝 因为这个只有,港货店,或者是医院,医院楼下才能买,兄弟啊,现在到处都能买 1938年的葡萄汁 黑加仑汁 那就有很多人有疑问了,兄弟啊 你小时候生啥病,要去医院,要住医院呢? 没错,就是割包皮 呵呵呵呵 呃,为什么要加水,因为这个是浓缩汁 浓缩的,浓缩的液,要兑点水喝 没错,他就是割包皮,兄弟啊 小时候就割了嘛,包皮越小割越好,兄弟啊 赛后报告呢,兄弟,你不看看几点了,兄弟啊,现在 3点39分了 你迟到了39分40分,你还想听赛后报告 你这是跟我开玩笑吗,兄弟啊 昨天喊你三点钟来,不来 兄弟啊,现在怪得了谁呢 听见了是吧,能行,听见就能行啊 这个简单说不了,兄弟啊 一说就得说十几分钟,咱们今天说了十几分钟了,兄弟啊 呃 现在去割还能来得及吗,能来得及,兄弟啊 好吧 长大割的话就可能,呵呵呵 有点难受,你小时候小小年纪去割的话还行 反正男人呢,肯定要割一割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呃 因为他会影响这个健康 小的已经去割了 疼吗,贼疼,兄弟 太疼了 你助理怎么回事 昨天五级牌子说好了晚上 你,你得私聊小杨 私聊贵宾喜小杨才行,兄弟啊 你不私聊他哪能行呢,兄弟啊 哎呦,今天脑娜也在啊 脑娜昨天是不是出了个什么 呃 出了个星云战机还是啥的 哥,哥不打麻药吗 他不是打的,我还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啊 呃,我睡在这个病床上面 然后医生呢,不知道给我拿了一个布 然后给我五一五 好像那个 呃,让我闻一闻,不是五五 让我闻一闻那个布 然后我就睡着了 睡着了以后呢 然后一起来 哇操,好疼啊 太疼了 啊,真的是可怕,兄弟啊 可怕 然后 我爸最重要的是 小时候还没告诉我 带我去医院住院是干嘛的 然后我一醒来 发现自己的那里 哦,好疼啊 这是干嘛的 是被切了吗 啥的 真的是给我吓一跳 我爸还没跟我说 带我去医院干嘛 然后我就去医院病床里面躺着呢 然后医生说 让我闻闻那个布 就是我还印象很深刻的 有一块布 让我闻一下 然后闻了一下 过了半个小时 我就睡着了 一起来 哇操,太疼 你揍完还能走路呢 走路是肯定能走的 兄弟啊 还要泡药水吗 每天都要泡药水 哥了能变大吗 兄弟 你对于你现在的自己 很不自信吗 昨天私聊到 现在都没人回 说对方没订阅我 不能私信 失败 为什么别人就能 别人就能私信呢 你检查一下 自己的虎牙的那个 虎牙的设置 好吧 小杨现在给他处理一下 给他拉进群 我看一下 去年安排上了没有 VIP群的人要换9号是吧 好 可以 可以 行 那你推人吧 俊杰 推人吧 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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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大 有的小 兄弟怎么一帮 一帮男的在这里聊的 割包皮聊的那么起劲呢 兄弟 这是为啥呢 兄弟 那我老半天聊割包皮聊都那么起劲 想吗 还想吗 找歌早享受啊 行 等一下啊 看来跟妹子聊天了 马上是吧 行 让我们一点关注点点关注吧兄弟啊 每天下午三点钟准时来开播 但是我过几天啊 我应该是17号 17号我要到武汉去做官方活动 然后18号正式直播 然后 反正1718两天的话 咱们就不约妹子了 兄弟啊 咱们参加官方活动 然后 19 不是 21号 21号我们 参加那个叫做 也是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啊 就是跟那个火箭101的 火箭101的一个人叫做什么 苏瑞奇 一起直播 然后 21号晚上8点钟 21号咱们 还能约妹子啊 20号 不知道是谁兄弟啊 但是跟他一起去直播一下 录一个综艺节目